COVID-19疫情持续延烧 有民众跑到墾丁国家公园海边独调 认为不算群聚应该不违法 但配合防疫三级警戒 墾丁国家公园全面关闭所有沙滩及水上活动 民众遭警方取缔开单 全台三级警戒再度延长至6月底 不少民众在家待不住 有的往海边跑 有的跑去钻五道路内的旧马家部落泡茶聊天 且未戴口罩 恐成防疫破口 族人发现通报辖区远景 疫情期间应尽量避免人流移动 病毒散播 也造成原乡部落的恐慌及困扰 那个太过分了 就在飞去的教室里面 在那边帮忙也被带空到 有时候在那边煮午餐 我们讲封路 现在不是说不能封 这个预法无据 内普分局表示 民众虽有意规定申请入山 且未违反室内五人 室外食人群聚相关规定 但疫情期间 人规券民众尽量避免人流移动 造成族人的困扰 原是讯歌社 评论马家恒春采访报道